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又继续发生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另外一个男人 吴敦义 这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实质紧扣 秘里调游 两个人还屁事秘谈 到底怎么了 跑出来还说一个 有吴敦义跟赖清德有极有共识 非常有共识 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无赖共识有 九二共识无 吴敦义作为在野党主席 可是他说我不是以在野党主席跟他见面 是以前行政院长 你如果不是在野党主席 赖清德跑来见你干什么呢 不是要拜托你走一串案吗 你前行政院长跟走一串案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你见了面 只谈地方上的事物 只谈土地 只谈地方利益 你的家产党产被追杀 教育部去中国化 没有九二共识 种种的事情都不谈都不讲 还有共识 这样的在野党 这样的反对党主席 真是让人佩服不已 原来我们老百姓从头到尾 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只能自己站起来对抗民进党 今天共识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立法委员赖四宝 是 大家晚安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之前大家晚安 新党文宣会副主委林明正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10月5号 东京驻日的美军恒田基地 他说 日本 他到了 他说 日本是美国珍贵的伙伴 中央的同盟国 亚洲行是为了建构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这每一句话 其实都非常有玄机 包括说 他这一次到亚洲 要先在哪一个国家 先跟哪一个领袖见面 台面下其实都有很多角逐 任何独裁者跟国家 都不应该低估美国的决心 那北韩劳动新闻说 我有实力才能阻止美国总统川普 失去理智 美国人正在推动弹劾川普 因为他精神不稳定 乱放话 可能为美国本土带来核灾难 没想到对抗川普的 竟然是北韩 那10月6号 上午在美国大使馆 跟美日经贸人士会谈 这个贸易的数字来了 赤裸的利益来了 美日的贸易关系既不公平 因为日本还是长期从美国 赚取大量的顺差 跟在台湾一样 每年台湾台日贸易逆差 我们要损失6000亿台币 观光又损失另外一个1000亿 所以他放话了 那你日本应该买一些武器吧 就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德州大教堂 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地名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美国的乡下的一个教堂 又突然间发生大屠杀 一个白人全副武装走进教堂 在一个五六十个人聚会的地方 就立刻开枪扫射 至少26个人死 30个人伤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 川普到亚洲来 而美国现在为什么每个礼拜 都有恐怖攻击 或大规模屠杀一方委员 因为北韩的这样一个动作 不是威胁到周遭的国家而已 是直接威胁到美国 甚至威胁到美国的本土的 这样一个安全 所以我觉得他要来这里谈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在全世界 不是每个国家 跟美国国家做生意 他都赚钱 其实美国跟大多数的国家 做生意都没有赚钱 但是在东亚这个地方 是赚他钱赚最多的 在亚太这个地区 赚他最多的是日本 这个你刚刚讲 日本人赚我们几千亿 六千亿的台币 这个大陆赚这个美国钱 是好几千亿的美金 那过来是日本 日本大概赚他 大概是六百亿 六百亿美金 台湾也赚他钱 南海也赚 比我们赚还更多 包括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都赚他的钱 对川普来讲 最重要就是钱 就是贸易 他来这里 一方面当然是希望 对北韩的问题 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最重要他是来谈钱 就希望这些国家 要增加买他的东西 比如说汽车 他说这个 你日本赚我们太多钱了 这个汽车 可是日本人讲的就是说 我卖到你美国的汽车的 百分之七十五 都在北美地区 不是在你美国 就是在加拿大生产 卖过去的 不是在我日本 他一直叫日本的车厂 要搬到美国去生产 坦白讲 日本的每一个汽车厂 大一点的 在美国都有设厂 要不然在加拿大也都有设厂 这样 不过这里面大概尊正 大家最瞩目的 其实是他跟 这个习近平的见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下去了 这国家只会越来越下去 不可能越来越强大 你也太坦白了 可是对中国大后来讲 现在你去看这个网路上一片 就是美国的大 这些媒体都在讲 你这次去是个弱者 要见强者 是一个衰弱的川普 美国不见得衰弱 可是是你川普衰弱 当然年代就把美国也拖下水了 那你要去建立一个 刚开完十九大 全力到达顶端 而且整个的国家 高速的快速的向前 发展的这样一个习近平 那大家都觉得说 这场戏 大概最重要就是北京这场戏 而且他认为你习近平 能够让中国 你川普如何能够让习近平低头 你习近平自己在国内 你到最后搞不好 你回去不久就要开始 要接受被弹劾的命运 通俄门 对啊 所以就是说一个很弱的 这样一个国家很强 可是个人很弱的 这样一个总统 要去建立一个习近平 所以他们觉得这趟旅行 其实对川普来讲 不会是一个轻松的一个旅行 这一期的最新的 美国时代杂志 亚洲版的封面 看看这样一个时代杂志 他用简体字 中国赢了 倒写 倒着写 然后 China won won 是什么 过去时已经赢了 不是将未赢 不是未来要赢 不是现在赢 是早就赢了 好 然后他说 中国的经济如何打好 打造好未来 要打造好未来 是我摆好正式 英文这个字 Poies 是说我摆好了正式 我准备好准备好为了未来 就是我准备好 Poies 这个字 非常精准的是说 他摆开所有的架势 一眼盯着未来 那他讲说 中国的国家主导经济 是为了赢得未来而建立的 所以美国其实是 第二了吗 这个撰文者 Ian Bremer 他直接下个结论说 支持美国根本是不明智的 聪明的人要选择中国 比较哦 五年前 中国很多大家国际上的共识是说 中国看起来 随时要崩溃了 中国总有一天 要根本性地做政治的改革 要整个大翻转 才能够维护国家的合法性 那结果现在变成是 大家都看不懂的是 中国的转化非常奇特 他没有走西方民主的路 他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路 他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 比二战结束以来 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 更具备可行性 甚至更具可持续性 这非常有意思 那再来看看其他的面向 英国的自然杂志 他说2017年 中国的科研能力 在整体的全球排行榜上 高居第二 连日本媒体都酸溜溜地说 全球科技已经是 中美两强的时代了 意思是说 刚才我日本什么事啊 没有事了 然后在比如说化学 材料科学 数学 电脑科学 种种的其他太阳能发电效率 都是全球第一 超级电脑排名 中国在前三名里面 包办前两名 其他的各项指数 从2014年科技人才数 中国大陆就已经超越美国了 152万人 美国只有125万人 而且节节下降 因为到过美国人都知道 美国人不喜欢念科学 对 2015年全球专利申请数量呢 第一名也是中国大陆 美国也是第二名 然后专利核准数 第一名还是中国大陆 美国还是第二名 只有在2017年 全球创新指数里面 美国第四名 中国大陆第二十二名 所以委员你怎么样看 这样子的一个 中国蓄日东升 而川普带领了美国 川普大概上任以后 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的民调调到 过去的几任的总统里面 民调最低了 可是 他西洋也碎杯 很像我们这边一样 我们执政党一样 他非常民粹哦 他说 谁说我做得不好 你可以看 我的刀救死 指数创新高 我的这个就位率提高 等等等等 所以他是自我感觉良好 我再讲个东西 这个最近 这个洛杉矶 我几位朋友 就给我这个写信了 他提到说 川普现在 开始税制的改革里面 对这些中产阶级 是很苛刻的 比如说 房子的修缮 以前可以扣 现在不可以扣 就在大陆 现在不可以扣 然后里面算一算 中产阶级 大概一年的年薪 夫妻加起来 大概20万美金左右的 他一年大概亏了 1万块美金 所以他说 这笔账啊 他算在川普身上 他拨 拨人家中产阶级的提 他是这样子哦 他基本上是讨好 很有钱的 跟很没有钱的白人 所以他就是很清楚的 我的target在这里 我的TA在这里 我讨好这些人 其他不管 我的选票在这里 对对对 所以他是非常民粹的 然后你自己看到日本 日本讲那个话 其实是很酸溜溜的 各位想一想过去的强权 西洋西方 美国东方是水 日本啊 现在东方是水 中国大陆 不要忘了 现在是中国大陆 所有的指标 有一个叫Nature 英国的自然杂志 对 我们学术界 像林教授很清楚 我们一般在发表 Paper 是算impact fact 就是 我发表这篇 在什么杂志 学刊 学术期刊 看几分 一般社会科学 大概两分 三分 五分很多了 他那个一篇 三五十分 Nature是这样子的 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我记得上一次 大概几个月前 长庚医学院 有一个教授 放在这里 报纸灯那么大 很多人看不懂 为什么灯那么大 因为在这个地方 里面是全世界 顶尖的研究的期刊 在这个地方 他把中国大陆 已经列为全世界第二 这是很重要的指标 而且另外一个指标 是什么 2029年GDP 中国大陆会超过美国 请问今年几年 2017 在12年 我们在座各位 美国都可以 在火12年 对不对 美国都可以看得到 中国大陆 就变成世界第一 这个时候 其实我最想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我说去南岛寻耕 他明明是汉族 他奇怪 他这个很多人看不清楚 南岛文化 就是台独文化 蔡英文要到南岛寻亲 然后我们在台湾 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我们从小 中华民国建国之父 我们的国父 孙文孙中山 在台湾渐渐地被边缘化 而且被弃之如必喜 台独跟民进党 更视之为叩仇 因为孙文孙中山 当然是中国人 如果我们尊敬孙中山 那我们就尊敬中国人 可是台独就是要让大家以为 我们不是中国人 所以非砍孙中山不可 可是习近平 你不要是不是 你丢我检 我是孙中山的继承者 他不是偶尔这样讲 董哥哥我们都看到 十九大他的演讲里面 他非常清楚的 他要继承孙中山的这个神主牌 看看他去年 在纪念孙中山的时候 他怎么讲 孙中山先生 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一生以革命为己任 立志救国救民 为中华民族 做出了标本史册的贡献 这个是说他多么了不起 已经把它定位这样子了 然后呢大陆的学者蔡毅 他讲直接讲 他说对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跟民生主义的主张的 政治思想跟理想 做出许多详尽的设计 跟施政规划 他在讲谁 讲习近平 然后感觉眼如三民主义 所以非常清楚 大家都看出来了 好 除了三民主义以外 习近平还讲到 建国大纲 建国方略 孙中山先生 在从事紧张的革命活动的过程中 一直思考着建设中国的问题 他写出建国方略一书 构想了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施誠哥 以前我们说要建设台湾 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现在换了一个字 我们现在是三民主义的模糊省 完全三民主义在哪里不知道 完全没有三民主义的 模糊省 模糊省啊 完全你现在看得到三民主义吗 习近平他回到了三民主义 包括建国大纲 建国方略 请注意有的东西他已经在做了 包括一些深水港 建国大纲 建国方略里面 有提到什么百万英里的石子路 还有十万英里的铁路 中国大陆全部都做到了 然后中国大陆现在 前一阵子刚挖穿了秦岭 所以从四川的成都到陕西的西安 以前要十六个小时 现在只剩三小时 这就是习近平在想的 同时他想到的是 两个字叫均富 这个请注意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民生主义啊 民生主义 因为民生主义就强调 其实强调说涨价归功 很多就是分配的概念 过去邓小平说 发展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强调是经济发展 后来习近平就强调分配的概念 刚刚赖委员讲到一个重点 现在川普强调的是 我要保护的是 第一个美国的有钱人 第二个美国穷的白人 他在搞种族主义 他在搞所谓的贫富差距 这就是社会争端的开始 你提供了那些 可能有不一样想法的人 包括这一次在纽约的 这样的一个屠杀 还包括德州的 现在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讲说 一个国家如果要稳定 那个均富是非常要紧的 可是川普不搞这个 中国大陆在搞这个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未来 绝对会超过美国 全会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到底美国跟中国大陆 这一次习近平跟川普 他们的界面 是在什么样子的 氛围跟框架下面 时代杂志的 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 这个he是川普 when he arrives at the moment 他到达的时刻呢 when China 是中国 不是美国 Not the US is the single most powerful actor in the global economy 是唯一的站在舞台上的演员 看过去只有一个演员 叫做中国大陆 董哥 这个人是尊奉孙中山的 其实我们的朋友 你要更详细的资讯 可以看今天的中国时报 他刚好把这一篇 把它几乎用翻译的 把它写出来 那时代杂志这一篇 他里面还强调 这是他们杂志 第一次封面用中文 创记录 创记录 他创刊这么久 既然是这样干 第一次中文放上去 可惜是简体字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重视 选举的政党 他眼光只有四年 我只会看到四年 有没有连任 最多八年了不起 可是你看 习近平 他一规划是规划到 2049年甚至更久 要让中国成为一个 伟大的强国 这就是两边实力消长的问题